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非常謝謝今天大家來 這邊來聽我們講一下 我們今天有些什麼樣的 新的一些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對各位來講 我們一直希望能夠持續的 在各個面向上面 做更好的服務 所以今年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期許是 希望以顧客為中心 對焦所有的服務 就是假設我們把客人 擺在中間的時候 客人到底需要些我們 什麼樣的服務 我們有哪些東西做的不夠好 需要改善 哪些東西可以做得更好 可以超越其他的這個對手 這就是我們希望念自在這東西 過去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各個人會把自己放在中間一點點 就是我們想要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想要做得更好 更厲害怎樣 但是隨著我們的用戶也越多 隨著這個競爭的事態 越來越明顯 大家都知道電動車 會是個必然的方向 那我們現在開始把客人放在中間 那個人在跟我們的所有的這個 互動跟交流的過程中 需要些什麼 是我們今天能夠探討的重點 在這裡面其實我們看到四個面向的服務 是我們希望能夠一次能夠做好做滿的 第一個當然是客戶服務的部分 最重要的特別講的是 維修環境的部分 第二個是能源網路 第三個是自由雙輪 第四個是IQ系統 所以今天我會看到這四個不同的階段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們今天 以及未來想做的一些措施跟這個政策 我們先看客戶服務 當然客戶服務的起點 是希望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到現在什麼事情做得更好 第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不同的場合裡面 講了很多次了 就是GoGoro過去給人家的印象 是你一定要預約 你才能夠接受這個維修保養 但事實上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已經開始改變了 任何客人 如果你的車子有任何的狀況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騎著你車子 到我們的維修中心 我們的維修中心 會把你的車子拿下來聘你做服務 只是因為當下不見得那個時候 是立刻有工程師 技師可以附進服務的 所以會可能要請稍等一下 但是如果客人可以提前預約的話 在預約的時間點上面進來的話 我們會立刻開始停服務 所以這兩次差別有點不大一樣 但是我們目前是也可以 不需要預約直接進場 也可以預約再進場 以目前的數字來看的話 大概預約的比例是62% 非預約大概38% 這是目前的狀況 那到現在今天為止 其實我們有一段時間 我們這個服務的能量不是很夠 所以可能要拖到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我們在去年設定的目標 到七天之內 那現在呢 我們大概已經進步到三天了 就是說如果今天 我要去預約的話 假設今天不是亂預約 早上你可能是早上預約 或是下午預約 今天不算 明天後天 大後天 應該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個 這個公位來滿足你的需求 所以禮拜三 最晚最晚 在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 你有機會可以 秀到你的車子預約 那當然這是從14天 進步到7天 進步到3天 那我們希望今天這個狀況 當作一個標的 來當作未來衡量 我們是不是能夠提供 足夠的服務能量的一個基準 所以我們有個新的措施 在未來 如果是在六都之內 只要你今天去預約 明天後天大後天 你預約不到 你必須要在預約第四天 或者第五天以後的公位的時候 在您進場服務的那個當下 我們會執政200元的這個配件折扣金 表示對您的一些不便造成的遷移 這是我們對我們自己提出一個 比較高的標準 希望以後客人都可以在三天 預約到服務公會 當然這個我們現在只是針對六都 我們有辦法擴跡到每一個城市 但是這是一個起始點 未來我們當作做這個服務的時候 希望盡可能的客人 都可以很快的取得到的服務 而且如果有任何的狀況 導致你必須要五天六天 七天才能等候的時候 但你服務完成之後 預約六天之後五天之後 服務完成之後 我們資深200元的這個回饋金 當作一個小小的歉意 這個是我們的 邁向一個更好服務的第一個起始點 第二件事情是這個脫掉 因為在保護期間之內 有的時候客人說 這其實不是我的原因 這可能是跟你測試什麼什麼關係 造成一個脫掉的需求 過去我們都會在電話裡面先跟客人講說 這個脫掉有可能您要付錢 如果我們確定釐清的是什麼什麼責任 要怎麼樣怎麼樣 客人對這個回應方法 絕對也還是有點 不是覺得那麼直接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政策 重新擬定 而且想更清楚了 只要不是因為車禍 或者是人為因素 人為因素裡面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 比如說你把鑰匙真的鎖在車裡面 真的抱歉這個不能由我來負責脫掉 你自己把鑰匙投進去 可能要想辦法 要自己負責這個成本 第二個呢就是 如果我已經通知你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去換電 然後你都不去換電 以至於電池已經完全沒有電了 這個東西可以算沒有運作 除此之外 比如說有客人跟我講說 我未來三個月 我不會使用到你的能源支費 我把電池還給你的 結果第三個月回來的時候發現 小電池沒了 那這個是因為我造成的 那這個脫掉我來出 沒有問題 只要在保固之內 非車禍跟人為移除的話 輸入的脫掉 由各國來負擔 很清楚 所以這也是我們邁向更好的 服務的另外一個承諾 所以講完了這個所謂 這個維修服務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能源網路的部分 我們在4月22號 慶祝世界地球日 我們有一個消耗活動 只要在那一天去到我們的 任何一個換電站去換電 在4月22號當天 我們會執政一個世界地球日的 一個經驗徽章 一個虛擬徽章 然後如果是在當天的 任何一個Super Gold Station 就是一個超級電池交換站 去交換的話 那一單免費算完 那在這一天 我們一共有 十一萬八千多位客人 參與了這個活動 電池總裝換數量 大概是二十七萬四千多顆 那一天當天的公里數 就是電池交換回來以後 累計公里數是五百多萬公里 安時數大概是四百七十萬 所以這是大概一天 其實一年裡面 每一天大概就是這個寫照 每一天大概就有十多萬人次 二十六二十七萬顆的電池交換 每一天的公里數大概就維持 穩定的在四百五百萬四百萬 四百八十五百二十萬之間 然後總安時消耗大概是 這個數下來大概是 每一個安時1.1公里 所以這些數據我們都看得到 這是我們在4月22號的活動 接下來其實我們也做了一個新的嘗試 比如說各位可能依稀記得 2015年的時候 我們有騎了我們車子去換檔 但那個時候因為全省都沒有換電站 我們時候後面有一個補給車 跟在後面一路換電池 2021的當下我們想 自己來試試看 我們能不能夠二十場繞回來 所以我們抬了我們現在新的車子 就直接從北台灣出發繞了一圈 找到北 seventy 找到北台灣出發繞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换电环岛24小时之内回来 已经变成一个生活的常态 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出发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也当然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这不是一天之间盖完的 这个从2015年盖到现在盖了整整六年 能够达到一定的完整 就是这个覆盖率 以及一定的电池的这个 每个占有足够的电池 其实是个蛮大的一个投资 到我刚讲这到目前为止 2011座的换电站现在正在营运中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还有79座正在建置中 意思说它已经找到DDR 正在盖或者正在请电 那当然这个数字 每一次我们有机会 在一起这个 在谈一下GoGo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数字都会持续的更新 这是一个积累的工作 那目前我们有78座 全台有78座SuperGo Station SuperGo Station就是有点像后面这张图一样 每一个占有超过120颗以上的电池 我们叫做SuperGo Station 那全台我们有78座营运中的SuperGo Station 光是这个SuperGo Station 能够提供的电池数 就已经超过了9600多颗 这也是我们希望 在今年以后的目标里面 不是只是追求占点数的增加 因为占点数的增加 其实对我们的意义没有那么大 现在是希望什么 每一个占点的电池增加 所以各位到了任何换电站 换电的时候 不过换到没有充饱电的电池 这才是我们现在在扩张 这个网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以今天来讲 我们在全台的2011座换电站里面 正在等待客人交换的电池 有超过7万克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规模 那当然这个数字 随着我们的车口数变多 我们用户变多 这个数字还会持续的攀升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提供 每一个消费者换到电的一个信心 OK 那其实在昨天 我们也同时宣布了几件 透过GoGoNECK出来的一个新的政策 那第一个当中叫做 递延折扣 递延折扣的概念就是 我们现在有299、499、799等候忍证方案 如果这个月这个方案之内里面 内涵的里程也好 或者安持书里面用完的话 剩余的我们可以移到下一个月 如果下一个月你有超过你原来的基本里程 你需要去车底的时候 可以把上个月没有用的移过来 只是一点小小的调整 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资费多一点点弹性 让比如说这个月下雨 或者刚好生病 你没办法骑车 下个月的时候你多骑一点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录回来 这是第一个不可能 第二个部分是性能提升这个方案 我们在昨天也宣布了 只要是不是骑到保方案的用户 从6月开始 这个性能提升方案将会是免费的 过去这个方案每个月申办是要249元 透过这个方案的开启 你的车子的输出的这个动力扭力的曲线会更高 所以你的加速会更快 那经过我们这么多时间 以及站点的这些营运啊 跟我们的这个对于客人的使用状况的一些了解 我们决定在6月开始打开这个服务 换句话 以后各位的车子拿到手上的时候 那个Sports那个灯就是亮着 那你只要按一下Sports 按一下方格起 车子就会以最高的努力 可以去这个骑行它 那之所以没有提供到骑到保这个方案 虽然骑到保这个方案 平均的使用的里程都相当的高 那如果在这下面再去堆叠 额外的能量的损耗 其实它会用的成本非常高 所以我们这次是提供给 任何没有骑到保的资费方案 不管是今年现在可以选的方案 或者是过去累积过来的方案 通通可以使用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一个 所谓的高用量自由省的方案 那这个是自由省方案 就是以安时为计价的方案 就是以它的电池服务的使用的 这个单位安时做计价 那这个方案最主要是能够 满足高用量的用户 在这个方案下面 1199元的价格含了3000块的 这个电池服务折扣金 所以大概可以骑成 1300到1600公里 看你怎么骑的这个距离 所以对于任何人 如果他的每个月的骑行里程 大概在700到1600之间公里 大概用这个方案 其实会比用这个迟到好更合宜 因为在这个方案下面 我们把性能提升是免费放进去的 换句话说 在这个方案下面 你付一样的钱 你可以多拿到性能提升 所以这可以跑得更快一些 而且你的金额不会再增加 所以我们透过许多种不同方案的组合 来满足不一样的需求的用户 这也是我们持续在调整 这个电池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 让我们更多的基础建设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那讲完了这个服务 也讲完了这个 这个GoGoro Network的这个 我们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把重点回到车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宣布几台车 就是希望能够在车款上面 也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在上次我们launch这个GoGoro Viva Mix的时候 其实很多记者朋友问过我说 为什么你要叫Viva 而不是叫GoGoro 4 GoGoro 5 GoGoro 6 我的回答是 GoGoro在未来会把我们的车款 分成两个大的这个category 一个是叫做Viva的brand 一个是GoGoro的brand Viva的brand就像左边的车款 它是更年轻的 相对来讲更容易买得起的 更有趣的更活泼的一个概念 那右边的GoGoro 就是现在的GoGoro 1 GoGoro 2 GoGoro 3 我们希望是更高科技的 高质感的 高性能的车款 所以我们大概会做一点点这样的区隔 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左边的就会是Viva的brand 右边就是用GoGoro的brand来做 再来证据